今天张涛要继续跟我们 最后一刻单元的主创们 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背后的故事 大家看到谁了 姗姗来迟的俊凯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说怎么人突然变多了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俊凯呢 是因为今天飞机晚点了 但是他还是一路舟车劳顿 用最大的力气 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我们的现场 大家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好吗 很不容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时间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值得等待 俊凯昨天晚上也去担当了 《经济百花》电影节的 主持人的工作 主持下来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结束的那一刻 真的是非常圆满 所以昨天的工作 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突破吧 突破 我们在他乡来认识一位老乡 波瑞斯聪琴的 你好 聪琴灾儿 我相信喜欢俊凯的观众朋友 这几年一定是看到了俊凯的成长和进步 从最早的唱跳歌手 到后来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 到现如今多期发展 还单纲主持人 而且现在我们在荧幕上也看到他越来越多的一个出现 那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想法 要更多的往影视方面去发展 就是因为自己本身对于影视也是很感兴趣嘛 然后呢 也是通过不断的拍摄 让我觉得对于拍摄影视方面的东西会让我有一种新的体验感 嗯 然后呢 也是在学校学习表演戏嘛 所以说之后可能也会去多拍一些更好的作品 回馈给大家 对 真好期待有更多的影视作品 谢谢 这一次在咱们最后一刻的这个单约里面 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呃 这一次在最后一刻里面饰演的人物叫做江小凯 他是一个回乡的一个用高科技去养殖蜜蜂的一个养蜂人 对 那是头一次跟咱们徐导合作吗 对对对 第一次跟导演合作 感觉怎么样 呃导演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很很希望跟导演合作一次嘛 因为导演也是我一直觉得非常厉害 非常呃尽忠的一个导演 对 然后 谢谢 对对对 然后这一次也算是原来一个小小的梦想吧 对 嗯 嗯 那接下来的影视创作还想接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呢 可以透露给大家吗 呃 其实我一般都是看到剧本才会觉得 对于就是有什么化学反应 对 有特别想演的角色吗 趁趁导演还在现场 哈哈哈哈 万一下一部电影呢 对吧 呃 跟导演合作自然就是看导演的想法 看导演的想法 对对对 嗯 徐导儿第一次跟俊凯合作下来感受怎么样 呃 其实还我还挺出乎意料的 啊 因为因为我 我本来以为就是 很多偶像就是转到这个演员来 就是说一下子要演喜剧 其实 还担心有没有偶像包袱什么的 没想到我们第一天大家坐在一起对词 我就发现这个 凯凯一下子就是特别撒得开 而且你想想看我们剧组里面 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个东东北演员都在那学那个浙江话 然后我觉得凯凯瞬间就融入了 跟大家一起说啊也是也是 也是 我就是我说要把自己恢复掉嘛 就是那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次预告片里面也专门把这个镜头给剪进去了 我觉得凯凯这次还是有突破的 虽然这个戏的这个分量 我觉得完全没有就是让凯凯能够满足啊 就是凯凯肯定想就如果能多演一点就好了 但是我相信以后如果再碰到这样的这个喜剧的这种类型 我觉得凯凯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对 有了第一次就不怕第二次了 对对对 那凯凯在这一次的拍摄过程当中 有没有印象或者说特别深刻的一次一刻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回归 就是最后92年那堂课的一个镜头嘛 因为是一个长镜头 我们也是大家一块当时排练了很久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长镜头其实挺有难度的嘛 然后大家当时拍着拍着又天降大雨 就是那一天都是在等晴天 然后又立马拍就是那样一个过程 就觉得挺难忘的吧 其中我们在预告片当中看到了凯凯的一句台词 叫做92年还没我呢 这句话瞬间就真的是特搞笑 那这一点是你自己的创意还是导演的创意 这是导演的导演的想法 导演的想法 没有没有我们写张小凯就知道是凯凯来演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台词 非常好非常好 这个特别的棒 刚刚说到了俊凯是重庆人 咱们今天整个的手艺里其实都跟家乡有关系 如果说要请您为我们的家乡重庆做代言的话 来宣传宣传你会怎么说 就是重庆也是个好地方嘛 山好水好 人好 吃的也好 吃的也好 睡的也好 什么都好 对 大家都来逛一逛玩一玩什么的 什么都好 就是欢迎大家去看一看 去我们重庆走一走 去感受一下 昊林 我非常喜欢你的表演 就去年咱们的那个 我和我的祖国里面那个夺冠 你的那个哭戏 我真的 我自己流了好多次眼泪 这一次 是不是还是准备让大家哭 这一次 是的 是的 也要 有点 这次昊林也有哭戏 也有哭戏 也有哭戏 昊林现在是多大了 我今年十一周岁了 而且那个明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明天是昊林的生日 我们一起祝她生日快乐好不好 来三二一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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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茁壮成长 昊林有我印象特别深 去年的此刻 我们在宣传我和我的祖国 也是昊林就是过生日 太巧了 然后那一天 陈昊师女排再一次拿到一个冠军 对 太巧了 太巧了 11岁现在还小 不过现在就已经有很多的 优秀的作品和好的口碑了 以后长大了 是不是就想走这一条影视的道路 其实我未来想跟徐震导演一样可以 呃自编自导自演 然后我那个前几天正好在那个构思一个剧本出来 哇自己这么小就开始构思剧本了 你构思了一个什么剧本方便透露吗 这个反正就是讲一个病人的一个故事 反正他得了一种绝症嘛 就是他要完成他最后的一个愿望 其实跟 呃其实之前也有类似的一个题材 对 好的你可以开始写剧本了啊 哈哈哈哈 我们期待你现在的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 最后真的能够出一个很完整的剧本出来 让大家一同去欣赏啊 嗯 徐震导这一次跟这个浩林合作下来 你觉得他还有哪些地方有进步的空间 浩林一直在这个呃 这个小朋友的演员里面非常的这个优秀 然后这一次呢跟上一次这个有点不同 因为上一次其实几乎是一个动作戏 这个浩林有很多那个动作上上下下 这一次就是没有那么多动作 浩林完全是一开始就是坐在那里 是一段文戏 而且是蛮激情的那个 所以要他一下子这个调动起来 然后然后我发现浩林来了以后 像一个专业演员一样准备的很好 问我导演我要不要说方言啊 感觉剧本也准备好了 角色也已经琢磨好了 就是那样子 那我说反而不要 我说浩林我现在要 要你回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状态去 所以浩林再重新再找回状态 但是他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状态那样子啊 就是我每次一玩 那感觉一下子就回到小孩的状态了 对 非常好 对他就是平时采访的时候拍照的时候 他都跟个老干部似的你知道吧 他真的有那种少年老成的那种感觉 包括他说话的那种语气都特别的成熟 和他们两位在一起 我是可以每时每刻感觉到他们的这个成长 我每次凯凯每次来 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又长大了 而且那个变化很明显 如果就上次拍完了以后后来回来补拍 我觉得这个卡卡又长大 这次看了他又不一样觉得 这些就长得很快 可能包括像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的杨子 他也有参与就是咱们这一部分的演出 像这些青年演员 杨子没那么明显 我看到杨子一下子又长得太快 杨子该不高兴 对 女生不要长那么快 慢慢长 对 也不过已经出落成一个大美女了 好 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请上的是互动嘉宾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傅文湘中心小学校长江卫颖 和他的学生们一起上场 来跟我们台上的主创一起进行互动 江校长您好 校长您好 您好 您好 来 来 我们舞台中间有请 来 江校长您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傅文湘中心小学校长江卫颖 欢迎江校长 你好 您叫什么名字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傅文湘小六年级的学生邹子凌 子凌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傅文中小六年级的学生方语浩 您也六年级 一看你就是胖头鱼吃少了 您看这个 多吃点胖头鱼 加强身体锻炼好不好 今天我们的校长和二位同学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其实也是带了新意过来的 那在送礼物之前 咱们还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互动 我们和台上的几位主创一起来完成 它叫同声传译 来 我们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这还不少游戏呢 对 我们就是热热闹闹的就把这个手印给做 那就先不要让别人看到 对 先不能让这个我们的猜的嘉宾看到了 对 我们先把耳机戴上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来 美人戴一个耳机 然后呢 这个题词板上有一些话 选一句 我会选一句话 您会选一句说 我选一句话呢 然后告诉第一位这个小朋友 然后一点点点地往下传 对 最后是韩昊玲 好吗 最后是俊凯 王俊凯 俊凯吗 俊凯 俊凯那你惨了 有音乐吗 我看一下他们这个耳机里 这耳机里面有没有音乐 刚刚突然断了我这个 没有音乐 好像没有音乐 这个 好 这个我刚试了一下 这个耳机里面是有这个音乐的 有音乐的 一会儿呢 我们的这几位嘉宾 他们会戴上这个 戴上这个 他们也听不见我们到底现场在说什么 对 然后徐征导演呢 他会边说边比话 来把这个题词板上的这个话呀 传递给他们 然后他们一个一个的传递下去 最后到俊凯那儿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也不知道啊 现在都戴好了 都戴好了 好嘞 好 凯凯听得见吗 我们先让他们先转个身 我这个一会儿断一会儿有的 凯凯这个听得见 45度 对 我说一遍凯凯就知道了 他传啥 我听一下 他带上这个 他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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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哇塞好吵 郡凯的这个音乐一定要给他持续放着啊 他还挺诚实的 说我这个时有时无 就是啊 先检查一下这个放音乐的是不是凯凯的粉丝 对不能放水 一会儿这啪就给他把音乐给拉了 嗯 不能放水啊 对 好 听得见了吗 听得见了吗 听不见了 看来是听不见了 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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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见 你还听得见啊 韩伯玲还听得见 你再戴上试试 你再戴上 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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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见 听得见吗 我不用话筒 我得用话筒啊 这个久得对听力不好 太吵了 太吵了 那这样咱们就尽快地开始游戏 快点开始吧 都把那个耳机给戴上 来吧 把耳机戴上 好 第一位小朋友 第一位小朋友先把耳机拆掉 好 他完全听得见好吗 好 来 听好了啊 预备 开始 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 想搞这张老照片 恢复出来一堂课 来帮助范老师解决问题吗 好 天哪 请你把这句话重复给第二位 来 我就说嘛 我就说嘛 我有没有可能把这本老照片 恢复成一堂课 也是一脸懵 哈哈 我就说嘛 我可以把这张老照片 恢复成一堂课 好了 我就说嘛 我可以 可以把这张老照片 恢复成一堂课 是要取了耳机 是要取了耳机说 是要取了耳机说 那这个 这个直接让我取了 曲神老师 跟我说不就好了 是 我我取 你要听昊玲告诉你 好 我就说嘛 我们能不能根据这张老照片 恢复出来一堂课 是直接完了吗 这就是这句话吗 好像 对啊 就是 你重复一下吧 呃 我就说嘛 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一张老照片 去 恢复92年 哎 去恢复范老师92年那最后一堂课吗 哇 俊凯给补充了 这个是玩这个传话游戏最失败的一场 哈哈哈 我也觉得 对 因为他们都知道剧情的内容 这是我们 他们只需要听到一点点恢复老照片的这个就能够脑补整个这句话了 这个是咱们电影里的台词是吗 对对对 哦 那咱们这个难度系数有点过于简单了 是的 是吧 导演 但那一场我没在我没听过那一句台词 对 但是因为因为校长会还原的非常好 对 要帮他把还原逻辑补充清楚了 嗯 而且到你这儿你也说的特别好啊 啊 嗯 校长江校长今天来到现场 其实也是带了礼物过来的要献给主创是吧 是什么礼物咱们先拿上来好不好 好的 好来 先把江校长的礼物先给拿上来 哇 哎呦 这个是我们的海报啊 嗯 行 呃 这个是应该是采泥做的是吗 对 啊 你告诉一下大家 这个是黏土做的 为什么想要创作这样一幅画送给许正导演呢 第一点呢 是因为这个电影有一部分是在我们学校取得紧 就相当于是给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宣传 然后我们的同学都很开心很骄傲 然后我就想做一个礼物送给剧组来表示感谢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千导湖的美分享给更多的人了 真好来徐生导演您收下 感觉这个可以吃哈 你怎么什么都吃来到千导湖了就只知道吃 好吧好吧好吧 那徐导咱们还是回馈礼物给我们的校长和孩子们好不好 好的好的 来我们也把礼物拿上来 我们的礼物稍微单调了一点的 没事心意最重要 来我们还是请徐生导演对把礼物 给到我们的校长和孩子们 这是我们一个签名的这个T恤 好的 谢谢谢谢谢谢 哎给小朋友有海报啊 好 喜不喜欢这个海报 还有徐导的亲笔签名真好哈 好 谢谢我们的校长 谢谢二位孩子们 谢谢俊凯和浩玲还有徐导 我们也欢迎浙江的孩子啊 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他 去感受他 因为浙江在这儿等你回家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歌曲 《青青的浙江》 哎 我们要招手现在 有可能北京就能看见我们 周兴姐能听见我们吗 我们这里是千岛湖分会场 嗯 这样我们再请千岛湖分会场的 各位电影主创和我们北京的 电影主创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再打个招呼好不好 来 从徐峥导演开始 大家好 我是徐峥 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艺 大家好 我是卢靖山 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树 大家好 我是演员韩浩玲 大家好 我是王靖凯 你们好吗 北京主会场的各位 其实到这一块儿 我们今天的手艺力 已经慢慢地接近尾声了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 干脆咱们这样 一人用一段话来给推 对 给大家推荐推荐 对 因为我觉得2020年 真的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大家就是说 在整个上半年 大家都是面临着一个疫情 然后很多地方 到了夏天的时候 又碰上这个殉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艰难 非常非常不容易 但是大家彼此之间 我相信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 我们中国人和我们的国家之间 都有一种信任 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 包括我们的未来都会越来越好 那么希望这个10月1号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秋节 可以让我们整个这个元气 可以可以振奋 可以提升 大家很长时间没有进电影院 看电影了 那么在10月1号的时候 大家可以带着家人到电影院去 来看我们的这个电影 让电影院回暖 让我们的笑声 让我们的感动 重新回到我们的电影院里面 所以请大家10月1号一定要去看 《我和我的家乡》 谢谢许导 真棒 来 张忆 家乡这个词是我们内心最柔软的一个词 它代表着父母 代表着自己的根 代表着自己的方言 代表着自己家乡的美食 同学们 老师们 朋友们 那所以这个电影 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漂流在外也好 或者是守在家乡 守夜的这些人 让他们感受一下自己家乡的温暖 而且10月1号已将看到我们全中国最棒的喜剧天团的 各个风格的喜剧的表演 所以一定又好看又温暖 欢迎大家10月1号来看《我和我的家乡》 谢谢 谢谢张义 今年国庆节也是中秋节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 然后希望大家走到影院 看《我和我的家乡》 把这一年的困难忘掉 让我们带给你们感动快乐 然后跟家里人在一起 好好珍惜每一刻 谢谢 来 陈叔 在这里我特别想奉上很多的祝福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祝福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好 祝福朋友们平安喜乐 愿大家一切都好 谢谢陈叔 来 浩玲 我希望大家看了《家乡》这部电影之后 可以把一切的烦恼忘掉 然后去以最新的面貌去迎接每一天 《家乡》有我的家人 有各种各样 你喜爱的是我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电影院里观看 《我和我的家乡》 《回忆家乡》 谢谢 来 敬坎 浩玲讲这段话 感觉他比我还要年长 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下 《我和我的家乡》嘛 因为讲家乡嘛 我就用重庆话 我是重庆人嘛 就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和我的家乡》好看餐了 大家都要排队去看 排队去点音院 去看那部非常棒的点音 谢谢大家 哎 我觉得用家乡话来宣传一下 这个方式挺好的耶 徐导用上海话来推荐一下吧 这个我们开启我们宣传的第一站 就去了这个重庆 我们一到重庆就扎到那个火锅店里去了 所以让我用上海话说的话 大家等了3月1日 还是国庆节还是中秋节 一定要打好我的家人 跟我的家人亲居网友 到第一月去和我 他自我家乡 嗯 好像大概的意思就是 在国庆节中秋节的时候 和家人一起去到电影院 这个不需要翻译吧 应该都听得懂 反正我怕先 我就听懂了家乡两个字 是吧 对 张艺哈尔滨话 其实哈尔滨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 跟普通话太像了 太像了 太像了 所以我用大东北的方言 好嘞 我和我的家乡 老好看了 老好看了 一定要去看 嘴巴 粤语了 哎呀 好小离啊 哈哈哈 大家好 10月1日是我们的国庆节 也是中秋节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电影院 支持我和我的家乡 将今年所有的烦恼 忘记去 将快乐和感动带给你们 多谢 哇 好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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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老 这个需要翻译一下吧 好 这个好 你翻译吧 这个就是也是欢迎大家去到电影院支持一下 来 陈树 我和我的家乡很好看 可看啥 可看啥 嗯 一句话 好嘞 多个好 我是艾尔滨 是我最的最新英语 蒙天英 我和我的家乡 好的 不同地方的语言 其实都汇聚成同一个祝福 现在我们再一次来连线北京 好的 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刚刚是用了不同地方的语言 其实都表达了同样一个祝福 那就是祝福我们的 我和我的家乡这一部电影能够大卖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 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温馨的一块 然后有请到我们电影的主创 一会儿把麦穗插在房子上 来 我们先把麦穗拿上来 好 你看这个我们今天 一会儿要插麦穗的这一块 其实就做成了一个房子的样子 每个人都有家乡 好嘞 每个人也都有家 让我们把爱 播撒在家乡的热土上 把爱放在自己的家里 哇 是的 家是乡愁的归处 也是出发的起点 我们期待这部演绎家乡情节 与热土情怀的电影 能够在国庆期间 为全国人民送去感动和欢笑 也让我们在光影的故事里 去感受百年梦远小康的美好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各位电影主创 也预祝《我和我的家乡》 这部电影《票房大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各位现场还有网络直播端的 网友朋友们 我们今天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千岛湖分会场的首映礼 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祝福大家能够度过一个 愉快美好的国庆节 中秋节 也希望大家在10月1号 和自己的家人走进电影院 去为这部电影助力 为家乡建设出力 再会 再见 谢谢 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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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